封城21天,确诊人数增长近20倍,封锁令似乎并没有封住印度的疫情发展。 4月14号总理莫迪宣布,全国封闭令将延长至5月3号,印度会成为下一个疫情风暴中心吗? 其实,封城在一定程度上为印度争取到更多时间。 在一份印度疫情的模型研究报告中,据专家推算,逐步采取任何干预措施,确诊病例或在5月1号升至近100万例。 而封城后,截至4月15号,确诊病例为1万多例。 不过,对印度疫情走向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,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贫民窟。 据联合国统计,印度贫民窟里共居住着1.7亿人,占印度总人口的12.67%。 其中,印度最大贫民窟塔拉维,由于人口密度大。 清洁设施匮乏 人员行动踪迹难以追踪,被认为是印度疫情最大的定时炸弹。 截至4月14号12时,该贫民窟已有55名确诊病例,有7例死亡。 此外,检测样本不足,使得贫民窟疫情被严重低估。 目前,拥有150万畅住人口的塔拉维贫民窟,测试数量仅超过400次。 一方面是由于印度检测能力有限,据多家媒体报道,印度是世界上检测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。 另一方面则是检测费用较高,贫困人口无力承担。 而如此低的检测率将大大增加印度疫情评估的难度与风险。 据专家分析,印度病例已出现指数级上升,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防疫难点。 如果防疫措施准备不充足,将会为当地防疫带来很大挑战。 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